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提议将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所在地址 改名为刘晓波路一号 引发了中方的强烈的不满 中国官媒的社论说 美国众院拨款委员会的这一表决是小人之举 并且使用了包括恶作剧 笋和龌龊等词汇来形容 评论称刘晓波作为西方演变中的 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必将遭到国人的唾弃等等 那么美国国会为什么提出刘晓波路这一设想呢 北京为什么对刘晓波的名字如此敏感 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好的 今天我们参加讨论的嘉宾 除了上一场的二位之外 我们还特别请来了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国会的记者杨成 再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两位嘉宾 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 陈归德博士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另外一位是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 他通过电话连线在纽约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打电话 来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 都请您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首先我把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杨成 杨成 你对这事情比较了解一些 因为你在跑国会 那么这个事情的来由是怎么样的 对 我想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刘晓波接会不会成为现实 对不对 美国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先例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一个背景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国会议员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提议 其实这个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为促进中国的人权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背景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 6月24号通过修正案 授权国务院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 改为刘晓波广场街 修正案发起人是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 如果里根总统今天在这里 他会投什么票 马丁路德金会投什么票 曼德拉会投什么票 沃尔夫议员说 此举将传递出美国仍然决心在全世界维护人权的强烈信息 中国大使馆位于华盛顿国际广场街的使馆区 一批两党议员五月份致含华盛顿市政府要求街道改名 后来议员们发现这块地属于联邦政府 于是由拨款委员会中的沃尔夫议员 在国务院与对外援助 2015年拨款法案中提出了这项修正案 如果街道改名 中国大使馆的地址将改为刘晓波广场街一号 中国对美国国会的行动发出强烈批评 美国的一些人借所谓的人权和刘晓波案 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炒作 无非就是想企图抹黑中国 那么我们认为这纯粹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曾经在80年代将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 以著名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命名 这个街名沿用到现在 不过前苏联大使馆现在成了俄罗斯大使官邸 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刘晓波街到底能不能成为现实 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就是美国这个拨款委员 拨款法案的这个程序 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就是理解 为什么国会议员会提出这么一个提议 我们知道这每年的这个拨款法案 先是总统提出来这个政府部门运作需要多少钱 然后每一个部门这个国会中负责这个部门的委员会 他先要一个授权 然后再送到拨款委员会说 你授权了我有没有这笔钱 那他这个通过的是在整个就是说 哈斯这个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通过的 已经不是小组委员会 所以其实他这时候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 是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是参议院的那个部分就也是负责这个国务院和国外行动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拨款法案里并没有这个 而且他们是在19号就已经通过了他们的那部分拨款法案已经批了 那他那里面没有 那最后要成为一个法案怎么办呢 就对两院就协商 所以现在就说有几个结果 也许协商的结果就是把这一条拿掉 或者说参议院接受这一条 那么通过以后当然就要送到白宫 这个总统要签字 那白宫会不会为了这一条说不行我不签字 所以这个通过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成为法律 不要轻视说现在还有差好多步的确是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成为法律 总统签字以后那怎么办呢 你刚才提到说这个行政部门和这个国会 是不是你是立法的 我是执行这个法律的 他这个我特意翻出来 这个就是沃夫的他提的这个修正案里面的内容 其实很短 他只有这么几句话 就这么几句话 这么几行字 但是他前面有一条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一旦立法以后 国务卿要在40天之内 45天之内就要改这个正式改这个阶名 那么行政当局就总统方面呢 有没有权利去就是否决他呢 他有权利 他可以否决这个法案 这个拨款法案 但是我就说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 比如说别的都通过了 他是不是会不会为这一条去 所以我就觉得他成为这个法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这是2015年的拨款 我想可能陈先生 您应该您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个人估计总统否决的可能性非常小 他受不起政治上的代价 他不大可能如果到了他面前 前面都过了 到了他面前最后的话 我想他会牵制 这是我的判断 那陈先生就是当年那个 刚才报道里也讲的 就是当年美国也把 对这个也改了 那么相比之下前苏联他的反应好像是比较低调 能不能进行一下分析 当年我觉得前苏联的反应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他怕这些事情让苏联人知道了 知道了国内外的真相 知道了萨哈罗夫本来是个侵占英雄 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是非常低调的 把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想瞒着 或者说是让国内的人知道尽量少 所以我觉得他的反应是比较聪明的 而现在中共的反应不大明智 他反而把这个事情炒热了 我想这个事情炒热了 只会对刘晓伯先生 包括对整个的这个事件起火上交友的作用 那么金钟先生呢 您有什么样的考考 我想呢有这个苏联的先例在这个地方 这个事情因为根本上说 这是人家美国的内政嘛 对不对 你中国政府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的时候 他们一个挡箭牌就是说干涉我们的内政 那么你现在美国他透过自己的法律程序 要改一条街道的名称 这纯粹是美国人的权利 美国法律范围之内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这个你中国人呢 因为现在中共当局啊 他才大气粗 他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 是不是 我所我相信美国如果说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 通过透过了通过了这个法律的话 真是改了那条道路叫刘晓波广场路的话 中国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他 他无非是 跳脚于政治嘛 是不是 对我看这个中 就网上有一些这个网友这个留言呢 就是这个爱国主义情绪非常高昂的这些人 他们有提出说 你美国这样改的话 那么中国干脆就把前面改成这个 我想美国应该不会做出什么相爱的反应 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下的高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主持人 小熊 您好 您主持人 我觉得 这个问题有点不 这个事情有点不妥 为什么呢 刘晓波还是一个非常有正义的人物 我不迷信诺贝尔奖 比如说 刘晓波的许多文章我读过了 里面他提到了诺贝尔奖得主萨特 还写过诺贝尔奖得主肖伯纳 但是他都对这些人不屑一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诺贾尔奖得主啊 全部都是清共产的 清共产主义的 清左的 或者是左派 而他自己得奖了 得了诺贝尔奖 据说他在监狱里面喜极而起 所以说他对别人是一种态度 对自己又是一种态度 您这个据说是从哪里来的 来源 他喜极而起应该没有什么错 这个独立中文笔会有他的文章 独立中文笔会有他的文章 还有网路上得到的消息 就是他得到莫奖的这个消息以后 他就喜极而起 就是高兴的都哭起来了 大概我们知道您的这个意思 等一下我们请陈博士或者金东先生做一下回应 好 谢谢您 您还有什么话要讲 请讲 另外呢 他的这个三百年殖民地 五百年殖民地 太上国人自中心了 你说五百年殖民地 三百年殖民地 你有什么根据呢 张嘴就回来胡来嘛 比起那个国际大嘴啊 毛泽东的那个气候 更有过这样 无不及啊 还有 你说这个中国人不是出了一两个暴军的问题 跟人种有关系 可能跟人种有关系 怎么能跟人种 这黄种 中国人的人种都出问题了吗 是吧 还有啊 好 我知道 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 宁夏高先生 你这样子数落他的这样子 一踪一踪的这个事情的话 可以有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 辽宁的孙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嘉宾 你好 刘晓波这个事 只不过改了一条街路的名称而已 对于美国的意图 是马上的路人皆知 如果是想借这机会 宣扬所谓的民主和民权 实际民权和民主 在哪个国家都没有绝对的 我不想多说 我就说这一些 说这些 好 谢谢您 辽宁孙先生 山东朱先生 朱先生你好 您在我们县上 你好 你好 这个嘉宾 朱先生也好 你好 这个 刘晓波先生 他这个 考了零八现状以后 对这个中共 受中共打压 我 知道这些问题 这个 对于这个刘晓波 在这个 中共 这个美国大使官 这个刘晓波的路以后 我对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 作为一个中国国民来说 就是感谢了 因为 你实会证明 刘晓波 所谓的一切是对的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山东朱先生 吉林渝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 小学 你好 这个命名一条路 无需大惊小怪 但它的这个意义 是中国的人权 那么中国的人权 我认为的话 你应该你最 这个大的话题 应该是六四 那么中国的这个六四啊 这个已经这个 讨论的话题最热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我的观点是你 那么就六四 和这个美国入侵 伊拉克相比较的话 那么孰清孰众 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 到现在呀 这些年的十多年呢 这个把伊拉克这个国家 整理 始终就是这个 这个人权呢 这个 这个伊拉克的 甚至说 现在的话 美国的 世界最大的一个难题 我想请问这个嘉宾 谈谈我的观点 我的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 最后还有 何北赵先生 赵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喂 您好 那个 我想说的 那个刘晓波的 这个中国民主宪政论 我觉得很 很政治 今天啥呢 我觉得共产党 这个专制 很不得人心 共产党 就是文革呀 听你们美国之音的说呀 他残害的人 太多了 我觉得 就说这个 八九六四 这个前门事件 我觉得 人民要求民主 要求自由 我觉得也很正确呀 美国要 美国要 定名一个 刘晓波路 我觉得 中国完全不必 在大街小怪 因为中国这个 共产党 他害怕这个 人民这个 民主自由 就是得到这个 民主自由 所以我说的是 完全支持 好嘞 好嘞 谢谢何北的赵先生 我们听到这个观众 还有听众 这方面反应 有不同的意见 宁夏高先生呢 就讲到了 刘晓波曾经 说过的一些话 这些话 是不是端章取一 有没有什么 前后文之事 我现在不是很清楚 关键是在于 就是说 你是就这个人来说呢 还是他从事这个事业 你对中国的 这个民主的前途 在意不在意 你对这个人 因此而做了 十一年牢 在不在意 是这样一个问题 最关键的是这里 刘晓波先生 他发表了很多言论 也许有正确的 也许也有 不一定正确的 这个都没关系 关键是 他有他发表意见的权利 包括发表 林八宪章 这样的权利 因为这个发言 而被逮捕 而被关了十一年牢 这是全世界 最基本的权利 而被关了牢 这个是最不能容忍的东西 我们不是说 我们大家要去分析 刘晓波哪句话 是对哪句话 如果他错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 这个是完全两回事情 和他的这个 在书上哪些地方 发表的言论 没有关系 他的言论权利 这是我们在意的 不能够因言之罪 不能因言之罪 而且特别是不能 关十一年之罪 这个在 而且现在是 全世界仅有的一个 诺伯尔和平奖的得主 还关了监狱里 没有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个金东先生 你想 还有大家可以考虑 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些人 在谈到六四的时候 在纠结说的是 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 被杀了 是学生被杀了 还是这个市民被杀了 这些是不是有意义的 这样一个讨论 这些人的纠结 这些东西 到底目的在哪里 金中先生 请您谈一下 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实际上金中先生 我想补充 就是说 刚才那个 宁夏的高先生 谈到说 刘晓波的这个 三百年的 殖民三百年 这个言论 那么我记得 好像当年 还是您采访 刘晓波的 他提出的 所以我想请您 就这个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国内有些朋友 听众 他们对这个言论自由 还不是完全了解 以为就是说 因为言论自由 在中国大陆没有 那么就是说 你主张民主 你批评共产党 这个就叫做 好像是言论自由了 其实不对 言论自由本身 它并没有一个限定 就是说 你讲什么样的话 才叫做言论自由 言论 你这个言论的正确与否 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存在你这个言论的 价值盼战 而且是 而是在于 正如 陈奎德博士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说话的权利 你比方说 刘晓波 当年1988年 我访问他的时候 我问他 那么中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可以实行这个 现代化呢 他脱口而出 三百年之命地 后来到2006年的时候 他还继续跟我们写文章 他说 他不放弃这句话 不收回这句话 因为他解释了 他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就说 现在就是要 要中国接受哪个国家的殖民 不这意思 这个意思是表达了一种 他的一种主张 就是全盘西化 而这个全盘西化的主张 20世纪以来 在中国很多学者 很出名学者的 这个理论中间 实现中间都有的 所以这个 而且他后来 他主持的 林八宪章 那是一个很全面的 中国现代化 实行宪政民主的 这样一个纲领 非常全面的 非常理性的东西 跟全世界的 这个基本价值 普世价值 是一致的 共产党都不能接受 而且把人家 不仅不接受 而且把人家 关到监狱里 判以重刑 所以这个 是完全 这个 不对的 完全非法的 也可以说 因为言论自由 中国的宪法 也规定了 也有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 我想 刘晓波 他很多言论 他的思想的境界 是比较 超前 比较突出 很多人接受不了的 但是我想 他有这个自由 有这个权利 那么他在2010年 成为中国第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 全世界的这个人民 尤其是这个西方的公众 他们知道 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 有非常崇高的一种信誉 信任 认同 所以那不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说 小波 他的这个讲 我想是 是有道理的 不是说 他说的话 都是 亲西方的 甚至于 这个 不负责任的 不是有他道理 谢谢金仲先生 现在呢 就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人对民主的认知 对你说话权利的 有没有这个权利的认知 和西方人大相近平 我们来请杨诚 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人怎么样看到这个事情 对 这个事情 当然在中国引起了 至少是在网上热议 很多人提出说 弄个斯诺登陆啊 还有这个本拉登陆 我先说 这都不是好主意 因为斯诺登本身 在美国也很有争议 据说有一个民调 甚至显示说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 还支持他 所以我想这 那本拉登就更不用说了 那难道是要宣扬 这个恐怖主义吗 对 那中国网民是 非常的热议 那我们再看看 美国的民众怎么看 所以我们那天 特意到 中国大使馆的附近 采访的一些民众 他们的答案 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看 工程师珊姆说 他没听过这个消息 也不知道刘晓波是谁 他是你的老板 中国大使吗 珊姆说 他不愿意就异议人士 发表评论 不过改不改揭明 对我没什么影响 反正我不在这一带工作 大午对这个消息 也毫不知情 不过大午是个快递员 改揭明应该对他有影响吧 一点都不影响 我太熟悉这一带了 我知道周围所有的使馆 在什么地方 马菲达知道刘晓波是谁 但是他不知道 改揭明的计划 我不同意中国的做法 跟中国的政策 但是改揭明的做法 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 这不是最好的外交手段 新耀就住在附近 他不知道刘晓波 也不知道改揭明的提议 但是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来表达立场 而不是随波逐流 我们就采访了这么几个人 他们的观点就非常 那么 就是美国民众的 就是说对这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的看法 他并没有那么纠结 他觉得 对 他这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由 那么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边 没有这个自由这样一个观念 更不用说是下意识的 总共就是他的这个言论自由 行动自由这个等等 都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权利 好 接下来我想问问陈卫德先生 就是从美国想命名斯诺登 这个游小波路 这个来看的就是 说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 怎么样的这个民主自由方面的压力 我想这个是很显然的 美国目前有这样一个行动 就是国会有这样一个行动 我想表明他们对中国这些年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 很强有力的镇压中国的言论自由 这方面是非常的反感 而且他用了美国内政国 改过自己的揭明 来表达美国政府的立场 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 我非常支持这个行动 而且我注意到有些网民 包括中国的政府的发言人说 刘尔博无非是个罪犯而已 你们美国政府 还个罪犯的名字在做揭明 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想提醒这位发言人说 沙哈洛夫也是罪犯 昂詹素姬曼德拉这些 都是在当时都是罪犯 但是他们后来成了 创造历史的英雄 留在了历史上 而那些判决他的人 才是真正的罪犯 成了罪犯 所以要注意刘晓波将来的历史 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 所以说没有问题 金中先生 那对比刘晓波这个事情 我们也可以再联系到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 香港人在英国之下 有很多人说了香港人受英国殖民统治也没有民主 但是香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 他有这样的意识 法这方面的意识 您谈一下在这方面的争议 香港人当然他们在英国人的管制下 可以说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始 你看一百多年 那么等于说香港人有一个比较 你这一百多年来 你中国大陆又是封建统治 又是战争 又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 那么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 国家和人民的灾难 那么香港这个地方始终是一块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尤其是战后成为东方明珠 所以香港人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们非常认同接收 香港人在英国的管制之下的这样一个权利 一个机会 好 非常好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杨晨 陈奎德先生和金钟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了 感谢您收看 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 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和Twitter账号的网址呢 分别是Facebook.com-VOAIO 和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